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节课的TEM,也就是中翻法。 同样的,大家还是先来写你在这篇课文当中已经遇到的一些小的生词,最好能够把整个句子的架构写出来。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贴零碎的东西。 好,第一个,他疯狂地爱上了一个意大利男孩将跟随他去任何的国家。 你看到这句话,你能不能立刻标记出这节课当中学过的短语呢? 好,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疯狂地爱上了某人,爱上叫做坠入了某人的爱河,是动摇, amoureux de quelqu'un,疯狂地, feu le mot,然后跟随他去任何的国家,任何的,有哪个呀?叫做n'importe quel。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Elle est tombé, feu le mot,或者是 à la folie, amoureuse d'un garçon italien, elle le suivra dans n'importe quel pays。 OK, elle le suivra dans n'importe quel,叫无论哪个国家。 然后,elle est tombé, amoureuse表示的是这个爱上了某人。 两个端语出来了,句子就没问题了。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从现在起的三十年内,二分之一的中国农民将成为城镇居民。 从现在起多少多少时间,还记得这个短语吗? 叫做dicis,对不对? 好,那么从现在起三十年,就是dicis temps temps, 二分之一的中国农民,也就是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叫做abizant sur de, 成为城镇居民。 城镇居民这个词我们已经见过多遍了。 居民是habitant,城镇的叫citadan, 或者是yurban,都可以。 好,所以呢,这句话就变成这样了。 dicis vingt ans,un pays en chinois sur deux, de n'y en raci datant。 你看,整个的句子非常的顺,只要你知道了这个表达。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要做b循环, 你通过阅读来吸收,然后通过写作或者是口语来输出。 这个b循环做完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么在练习,其实比较高端, 在网上走一集,就是做翻译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必,就是一定要做的工作, 那就是你去翻译一个主题之前, 那你要去搜集所有的在网上搜集跟这个主题相关的资料, 而且要找的是,这些,那你搜到了这很多人的文章, 都会这个主题相关,你要进行筛选。 那么固定短语多的文章, 比较密集的文章, 也就是非常好的你要精读的文章。 所以这些文章要赶快画出来, 跟这个主题有关,所有的固定表达, 这就是一个输入熟悉的过程。 然后做翻译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根据相应的语法规则, 你已经掌握的一些短语, 然后再把这些短语加进去, 就会有一个短期内的一个对这一方面, 这个领域的所有词汇的熟悉和一个表达的一个迅速的提升。 所以艾拉教的这些方法呢, 大家一定要这个深信不疑的去做它。 做完了一个B循环, 再来一个B循环,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一个循环的像一个链条一样的套下去, 你的法语自然而然就会增长了, 提高了。 但是要注意哦, 法语学习, 语言的学习自然而然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当然所谓的这个长期, 也指的每天你要花多少时间去用在法语上, 花的越多, 自然这个时间的长度就会越短。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一个, 他半年后退休, 计划常去健身房锻炼。 好, 你能够告诉我, 首先计划这个词应该怎么说吗? 叫做Pourjet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好, 健身房叫做Lessal de Sporre, 这都是我们课文当中见过的句子。 那退休呢, 没有见过, 是以前的内容, 叫做A la retraite, 或者是Prendre sa retraite, 都是可以的。 那一旦这些小词出来了, 我想剩下的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Pourjet de faire, envisage de faire, 这个是我来添加的。 Il prendra sa retraite dans six mois, 半年这个词在法语当中没有, 你只能说 six mois, 千万不要成那个什么半年, 真的就是demi année, 不要这样说, 没有这样的表达方法。 Il projette de fréquenter les salles de sporre, 经常去, 常去, fréquenter, 加一个地点。 你说, 老师怎么没有锻炼这个词啊? 当然有锻炼这个词, 但是你只要表达到位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好了, 好, 最后一句话, 我家小区里五十多岁的阿姨们, 没人会说自己太老, 跳不了舞。 那这句话看起来会比较长哦, 但是我们有学过了一些表达, 然后加进去应该就没那么难了。 首先就是没人会怎么样, 没有任何一个阿姨会怎么样, 没有任何的, 叫做okunu, 或者okunu, 中间okunu后面要加名词哦, 那五十多岁的阿姨, ok,叫做kankagenère, kankan嘛, 我们说过了, 这就是五十多岁的, 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反正就叫kankan, 那前面用阴性的不就表示这个kankan是女的了吗? 叫aucuna kankagenère de mon quartier, ne, 好,加ne, se dit, 说自己, 好, 太怎么样以至于不能怎么样, 用这个短语叫做tropour, 后面是一个肯定句的形式, 但是表示的是否定的意思哦, 叫tropour, pour,dansé,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内容, 大家记住, 在这个做翻译的时候呢, 一定是先把自己的这个文章的内容掌握得很好了, 这样你在输出的时候呢, 会更加的游刃有益一些哦, 这样是一个真正的练习和提高, 而不继续是输入的过程, 而是变成一个输出的过程了, 好的, 大家加油, 本 courage, à la prochain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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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个文 《Franchement, j'ai du mal à voir autre chose que du positif dans le fait》 后面,我们一会儿再说 《Franchement》表示 《Sincèrement, à vrai dire》 就是说真的 你也可以这样说 叫做《Sincèrement,真诚的说》 或者是《à vrai dire》 《真诚的说》 都行,说真的 这些词都可以 《Franchement, j'ai du mal à voir》 《Avoir du mal à faire quelque chose》 这是一个小短语 叫做做什么事情有困难 《J'ai du mal à y croire》 我不敢相信这件事情 《Ila du mal à redresser la situation》 《redresser》表示 《重新扶正了》 就是挽救时局 感到非常的困难 《Les deux jeunes amoureux ont du mal à comprendre pourquoi leurs parents se boss à leur mariage》 这两个年轻人 相爱的年轻人 他们难以理解 为什么父母会反对他们的婚姻 《Les vagues sont trop fortes,浪很大》 《Les passages du bâton, beaucoup de mal à se tenir debout》 船只经过这里 有很多的 是一个短语 要这个 船只要立着 不要来回地倾倒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 《Avoir du mal à faire quelque chose》 很困难 有困难做什么事情 后面这个小短语 这个 J'ai du mal à faire quelque chose 我有困难 我无法 可以作为一个否定句来看 看到 autre chose que du positif dans le fait 在这个事情当中 我看到的是 我无法看到其他的东西 除了 positif 除了工作之外 我希望我们谈谈别的事情 她 pense à autre chose que son examen 除了她的工作 这个考试之外 她还想了其他的事情 OK 好 这个叫做 autre chose que 除了什么什么之外 好 那么 J'ai du mal à faire autre chose que du positif 啥意思呢 就是 她说 我呢 是 除了这个积极的一方面之外 我是看不到其他东西的 也就是 在 抽到彩票 中奖了 这个事 对我来说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dans le fait dans le fait 在这个事情当中 每个事情当中呢 哎 法国人说话有时候呢 他这个比较 句子会造得比较长 那他就会用这个 dans le fait 这个的暂停一下 上面一句话 然后再把dans le fait 是什么 再往后延伸出来 dans le f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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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见过这个词的叫做供什么使用 拥有什么东西 好 那么他的同根动词叫做disposé disposé de quelque chose 表示拥有什么事情 东西 il dispose d'une voiture de luxe 他拥有了一样好车 mettre quelque chose a la disposition de quelque chose 表示 de quelqu'un 这儿最好是 gél'ka 人 说 这个把什么东西 置于某人的支配之下 其实就是供什么人使用 他把这些仪器提供给这个小组 供他们使用 好 所以呢 那个 mettre quelque chose a la disposition de quelqu'un 把什么东西提供给某人用 那拥有什么东西的使用权 那就是 avoir a sa disposition quelque chose 好 就是这句话了 davoir tout d'a coup touren a ma dispozition o yungu la une grosse somme d'argent i da bi tien je suis devenu proprietaire o bianchengla fondondla j'ai arreté de travaillé o bianchengla je ve dépansé sang gond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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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么方面得到了发展 好,这一小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Franchement, sincèrement 或者是Avour et dire Avoir du mal 做什么什么事情,有困难,难以 怎么怎么样 Var autre chose que 除了什么,看到什么其他的东西 好,这是 Avoir à ma disposition 的 quelque chose 拥有了对什么的支配权 OK,arrête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停止做某事 好,下面 在某方面得到了发展和进展 好,继续往下看 Je vois davantage mes amis 我更多的去看我的朋友 davantage这个词呢 其实就是 plus这个词 的一个比较书面的表达 你可以说 Je vois plus mes amis Je vois davantage mes amis 这是OK的 好,il a mis davantage de temps pour voir ses amis 好, davantage de temps 也可以表达 也可以表达 更多的时间 也可以表达 更多的时间 D'ailleurs 另外呢 在这呢 好,je leur ai demandé de me prévenir s'ils constaté que je prenais la grosse tête 好,je leur ai demandé 好,demandé à quelqu'un de faire quelque chose 表示要求某人做某事 这是个固定表达 比如说 他这个老板呢 要求他的职员 永远也不要迟到 OK,要求某人做某事 好,de me prévenir 好,这儿有一个小短语 叫做 prevenir 我们要记住它 因为很常用 prevenir 既然有pre 这个词 一般都是表示 先怎么样 就是提前通知的意思 注意他这个表达 跟一般的 不太一样 你也可以 prévenir que 后面加一个句子 Avez-vous déjà prévenu Paul du changement de l'heure de la réunion 你是否已经 通知 Paul 会一时间的改变了呢 好 Si un employé décide de quitter l'entreprise il doit prévenir l'employeur 3 mois avv avv 如果一个主员 要离开他的企业的话 他应该提前三个月 在他离开之前三个月 通知他的雇主 elle est parti en Europe sant prévenir sa famille 她已经离开欧洲了 但是没有通知他的家庭 OK 好 那么这就是 prévenir 这个词表 是提前告知的意思 constate 就是发现了 正式了 je prenais la grosse tête prendre la grosse tête avoir la grosse tête 就是骄傲 OK Je me donne 3 ans pour m'installer dans ma nouvelle vie 我给我自己 3年的时间 s'installer de意思是 定住 安稳 我给我 3年的时间 让我能够 适应 我的新的生活 après 然后呢 j'hésite encore entre creer une petite entreprise o m'investir bénévolement dans une association dans une association o 这个 尤语在什么 和什么之间 尤语 entre o o 什么什么之间 尤语呢 第一个是 creer une petite entreprise 建立一个小的公司 第二个呢 是 m'investir dans 这个地方 s'investir dans 表示投身于 去做什么事 那么 bénévolement 志愿的 dans une association 去一个协会 做志愿活动 做志愿者 OK 那么 investir 一般指的是 投钱 投资 比如 investir une somme d'argent s'investir d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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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是第一个人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 le jackpot de 3 million d'euros pour le tirage du 10 décembre vien d'être remporté parafana d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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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目向之旅 他要去 Momphys 他要去 Momphys 在英國 在夏天 他要去 他要去 Momwang Momwang Mise à part Mise à part 這個詞 表示 除了 非常重要的短語 放在前面的時候 是不配合的 放在後面 要配合 也就是他放前方後 位置都可以 Mise à part 除了電子音樂之外 我喜歡所有音樂 我喜歡所有音樂 那你也可以說 La TechnoMise à part 你看到 後面加了一個 在這個位置 多了一個 因為放在後面要配合 放在前面不配合 好的 除了這個旅行 已經買了一棟房子之外 是Gagnon du Lotto 這個Lotto的獲得者 Dune petite quarantaine d'année 40歲剛出頭 你可以看到這個表達方法 40歲 這個小小的40歲 他根本就不希望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生活習慣 好的 Una quarantaine d'année Una quarantaine d'année 表示40來歲的 凡是在整數的後面 加上這個N 就是表示整數 就是多少來個的 40來個的 20來個的 30來個的 100來個的 後面這個是一個特殊了 到了一千的時候 不能加AENE 而應該加的是E 一千來個的 也就是一千來個的 好 他是40歲剛出頭 這個年紀 他不想改變他的Apitude de vie OK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短語 第一個就是夢想 他的夢中之旅 叫做 Le voyage de ses rêves 祭日 L'Anniversaire de l'amour Mise à part 是重點 叫做除了什麼什麼東西 40來歲的 你可以稍微學一下 看一眼這個表達 你應該就不會忘記他了 叫做 Una Petite de Quarantine 待會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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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